I don't... I don't fucking know 3月28日的台北夜空下 吳卓源现身台北Legacy看Johnny Stimson的唱会 结束走出会场 朱宣扬忽然现身华山 郭南瓜女时奔陈美又暗河滨公园 全了快风水宝地坐下 吳卓源整个人坐到了朱宣扬村上 微风徐徐浓情蜜业 仅仅环绕男生脸脸蹭脸 而朱宣扬热情回报 诶~~ 亲起来了 好吧看来朱宣扬是忘了他的Cindy baby了 就在这对男女忘我偷情时 朱宣扬交往5年的同居女友美妆网猴Cindy 才刚飞往韩国工作 发现弄抱平安时 吴卓源就坐上了Cindy男友朱宣扬身上 换句话说 朱宣扬正牌女友才刚跨洋 吴卓源也就跟着跨洋了 就这样直到晚间11点半 他们才终于肯离开 接着两人从河滨公园走回街上 朱宣扬自然而然将手游移在女方的腰上 拦吊吊吊 彼此双眼相视而笑如同一般的情侣 然后才一起在台北夜空掩护下 加上朱宣扬的肩膀上 各自回家 先年29岁的吴卓源 音乐才华外 令人无法忽略的是他出众的腿腿 我是说外形啦 因常以短裤秀出美腿和oversize上衣的打扮 从PTT崛起 被乡民封为乡民老婆 OZ 陈芳宇也都是他的好友 但2023年他先是因不明原因和OZ闹翻 互相取消社群追踪 每几个月又传出和同门闺蜜 陈芳宇因为抢公司的资源冒合审理 至于25岁的朱宣扬则是近年串起最快 外形演技均在线的新生代 西外朱宣扬则以耿直的个性面对媒体就极度涉恐 因为无法面对沉迷压力 突然人间蒸发和柴志平解约 一度要退出演艺圈 后来是被邱里宽宽姐捡回来 他出道就大方公开女朋友美中网红Cindy 两人交往至今已经5年 相较于朱宣扬不善言辞 Cindy幽默大方散发正能量 甚至被粉丝称为Cindy善良 两人交往也颇患难见真情 比如2022年朱宣扬因为打球导致十字韧带断裂 也是Cindy耐心陪伴半年多 朱宣扬才恢复健康 2023年Cindy是往萌玻璃必须禁运动手术 朱宣扬排开行程陪伴 在彼此人生重要的时刻都有着关键的地位 啊,相知相惜的5年多 只是现在一谈佳话在Cindy回国后 恐怕变一场分手擂台